我是新竹市的人 哇 你們市長攀鼓咧 我要講的是 我們農曆七月城隍季快開始 新竹城隍爺很靈驗 我等著再看 柯文哲 高鴻鞍這些人 一起進土城 城隍爺 哇塞 有沒有人要發表評論 如果你的老闆是高鴻鞍 我們這邊都是幫大家 大部分人都是社畜 都有老闆 是 你覺得如果你碰到這種老闆 你會怎麼辦 你會被捐 對 就是 你會被把錢捐給他 收集所有的資料 一樣的嘛 跟助理一樣嘛 我一定為了保護自己 然後為自己出一口氣 對 本來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 是 我絕對盡我所能 只是找時機 你們覺得 龔衛文如果上訴的話 你們看好龔衛文嗎 完全不看好 而且我祝他們越判越重 不要這樣 誠摯祝福 誠摯祝福 不要這樣 我們要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所以誠摯 由衷的祝福他們 得到應有的教訓 然後學乖 聊到高鴻鞍 真的對屬下不太好 現場有沒有觀眾要對 如果你的老闆是高鴻鞍 你會怎麼看 有沒有觀眾要發表評論 有沒有人要發表評論 如果你的老闆是高鴻鞍 有 我們這邊都是幫大家 都是大部分的社畜嘛 都有老闆 是 你覺得如果你碰到這種老闆 你會怎麼辦 你會不會捐 捐他 對 你會不會把錢捐給他 收集所有的資料 一樣的嘛 跟助理一樣嘛 我一定為了保護自己 然後為自己出一口氣 對 本來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 是 我絕對盡我所能 只是找時機嘛 看什麼時候 因為前提是不合法 不是為了報復而報復 對不對 前提是不合法 還有自己受到的 不公平的待遇 是 對 所以說 像以前我也是 就是 在軍中服務 你在軍中服務 對 所以說 任何事情我相信 所有東西都是要依法行政 公款公用 這是非常基本的東西 正常人都不會去挑戰 就是法律的東西 是啦 我覺得坦白講 你身為一個老闆 讓所有的部署 都陷入到 法律 然後出庭 刑事犯罪是很誇張 那現場還沒有朋友 想要聊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一路聊說 這個公衛文 實施說 不行 我判太重了 我判兩年 懷息五年 我不OK 我要上訴 有十六分鐘的空白 欸你們覺得公衛文 如果上訴的話 你們看好公衛文嗎 有沒有 來這裡 這裡 來來來 我們換了位置 欸 我完全不看好 而且我祝他們越判越重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誠字祝福 誠字祝福 不要這樣 我們要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所以誠字 是由中的祝福他們 得到應有的教訓 然後學乖 是 這樣他們人生才會再有希望 而且就算王玉文不上訴 檢察官也要上訴 祝福他們 檢察官加油 是啦 那我想問Grace Grace你自己是不是有開一家小公司 還是其實是大公司 呃 中的 中的 哈哈哈哈 那請問 你有請助理交出公基金嗎 你有去虐待助理 要求助理 不是啊 跟你開玩笑 但是我問你 因為你是網路專家 政治人物的粉絲專業 其實大家都要管理 欸 你看到高鴻安要求公衛文 管理他的粉絲專業 每一個訊息要來來回回回 回到凌晨 回到對方下線為止 欸 你感覺怎麼樣啊 基本上 如果依照勞基法 就是上完班之後 回文的話 他還算加班 就是你也不可能一直要這樣 來來回回的回 那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通常都是我本人親自做這樣子 對 那就會容易造成 因為有時候要處理一些事件 容易會造成這個 很多人想要找到這個熱情的小編 因為會被感動 對 因為你在做 因為當有人提出很多問題 像我很多品牌啊 他們用化妝品跟保養品會有很多問題 半夜還問你 我到底要先卸妝才能用 還是我要先保養完再擦 馬上回 對 那我就 我們會就是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馬上回 尤其是新品上架的時候 那你這樣的服務熱忱會被感受到 但是 同仁不會感受到這個 需要這樣的服務熱忱 所以通常都老闆自己做這件事 對啦 我真的覺得誇張 因為對政治人物來說 你非 你哪有幾件事 要嘛就講些無聊的事 要嘛就真的重要是叫做陳情 你如果陳情的話 你就請他寫陳情信 你就好好幫他辦所謂的 不管是這個說明會啊 幫他辦協調會啊 幫他辦會看不就搞定了嗎 所以高鴻安真的惹火了他 非常非常多的助理 我要來補充八卦 好啊 就是那個高鴻安他後期 因為他除了那個回訊息以外 他其實下面很多貼文 下面都有留言嘛 對 然後因為他有些留言 就是有一陣子高鴻安是要求說 每一則留言高鴻安都要有回覆 但是他自己回不完 小編也回不完 所以他還有專門又併請一個 專門就是去貼那個罐頭訊息 去回話的人 真的喔 對他有一段時間是特別 所以他流量這麼高 就是留言的人這麼多 罵他的人多罵 管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有特別 又找一個助理 專職就是在回他的留言 對 所以 我跟你講因為剛剛是李正浩問 所以我這樣打 好像顯得我很熱忱 其實拜託下班農根本難理他 可是他有一些要求 那就是跟你講記性 就是你真的去說 如果真的是公司對公司 公司對消費者 通常都是上班時間回覆 對啊通常 我們網購的時候他都說 這個上班時間為1到5的 早上9點到晚上 對 下午 然後我什麼時候會晚上一直在那邊 就是在吵架的時候 真實的時候 就是罵網友的時候 就是為什麼你這個顧客這麼叼 對 就不好意思 那不然就我們申請退費可以嗎 好想這樣這樣這樣 有時候會這樣子 但是政治人物的臉書確實 有時候就是比較爭議性大的政治人物 他們半夜的時候都還要在看留言 然後會封鎖啊 隱藏啊 或者是找一些網軍啊 切一些你真漂亮 但是我覺得政治人物封鎖留言這件事情很沒品 對 因為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你本來就應該要聽 不管是左邊的 右邊的 中間的 各種聲音本來就應該要聽 所以有沒有什麼政治人物是貓貓覺得 印象很深刻 那個封鎖留言速度之快的 你很多人被封你 誰封你就會公布出來 我跟你講真的很多政治人物封我 相較之下我就覺得我們的韓國瑜 不管怎麼罵 他都不會封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至少四個就是會放在那邊 不會封 然後最近有一個人 那個誰 那個很大的那個 翁什麼的 對 翁上人 總之在上面的女人 我連到他的粉絲團去都沒有 我就是發文 take他 你在上還是下 沒有沒有 我發文take他 你車子可以這樣飆嗎 沒有 沒有 他就把我給封鎖了 連去都沒有去 你連造訪都沒有 他就封你 對我連造訪都沒有 還有前陣子就是大概兩年前吧 所以韓國瑜對你最好 韓國瑜對我最好 我跟你講我們上面有一本那個 韓先生來敲門有沒有人要 我 我有 那本我有 為了表達韓先生的支持 沒有 沒有 我 我跟你講 像還有之前我跟那個誰吵架 我跟徐甫吵架 徐甫 就是張 陳志涵的先生 陳志涵的先生 我那個時候就跟徐甫吵架 然後吵一吵之後 他就把我給封鎖 然後封鎖我就算了 封鎖完之後 我發覺說我的民眾黨的粉專 我也看不到了 我想說我跟你個人吵架 你幹嘛開那個黨的粉絲團封鎖我 所以你是雙重被封 被徐甫個人業跟民眾黨 他就開民眾黨給我封鎖 我想說那你個人跟我吵架 為什麼你要帶到整個團 公報私仇 真的公報私仇 那你現在看不到民眾黨的粉絲業怎麼辦 我開小號 還是要過去截圖回來罵 現在就是沒辦法去留言罵 現在就是截圖回來罵 這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貓貓又出現 就是用小帳 高宏安之前好像也比較 因為他後來助理換了一輪 他之前好像也比較不太會封鎖 但是之前就是要一直回 然後他的助理就那個時候比較辛苦 我就覺得說 高宏安就是對助理沒有很好 不然的話他怎麼當兩年多 就換了30個助理 一般的立委哪會當兩年換30個助理 一般大概就是 6個 7個 8個用4年 所以要再過4年又延用 或者是一個會期有一些要比較累 對 不適應的 他會再多一兩個 走兩三個再換兩三個 對 不會這樣一批 他就一直換 羅恩就是那種翻桌率高 對 翻桌率高 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之前有公佈一些他裡面的對話記錄 我就講有公佈的就好 沒公佈了我們壓著以後再講 對 4X貓有他兩年多的對話記錄 哈哈哈哈 對 像有一些像立法院通常是9點上班嘛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大概8點 因為他是要求說8點半就要到 然後你就看到裡面就可以 就在抓人 就說誰誰誰 現在已經8點34分了 你怎麼還沒有出現 然後就要扣一個小時的薪水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那個 咖啡杯沒洗 要扣個20塊 高辦 對 高辦就是這樣處理的 根據立法院的消息指出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辦公室 他們的流動性 翻桌率真的是比較高 那第一名是高鴻安 第二名 邱承遠 所以半斤八兩差不到哪裡去 那個時候有記者有問高鴻安 然後高鴻安他的說法是說 那個我們的辦公室的挑戰度比較高 所以就是流動性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說 你這樣子對助理 他助理當然也會待得不開心 難怪會比較容易走 對啊 就會通常 就是說一定是對辦公室的環境不滿意 所以才要走 要不然就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幹嘛要一直壞